鋁 鋁就是鞋子 其名称往往因所用材料而不同 如用皮革做成的叫革鋁 用珠子坠成的叫珠鋁 鋁子在座时也多与鞋子的作用有关 如张良把黄石公的鞋子从桥下拾上来后 黄石公只说了驴我这两个字 这个驴子就当穿鞋子讲 诗经小雅小民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最终的驴子就当践踏走过讲 李帝 处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 剧中的驴字则又当实践践行讲了 而亲履其地是查刊的意思 所以法官刊院现场又叫做驴刊 与驴字行与相近 而读音不同的还有几个字 这个驴字 国语注音是驴 驴玉驴四生驴 驴是用麻制成的鞋字 也有实践见驴的意思 驴器是提高脚跟向前沾网 驴楼是比喻人民穷苦不堪 驴集见驴是比喻迫不及待奋发而起的样子 这句成语出自左传宣十四年 原文是 除此闻之投媚而起